中医美容里面是除寒湿,不济血,以内养外调理。 其中,最为重要的就是去除体内的寒湿二气,这也是不易济血的先决条件。 多数肥胖的人总感觉身体或次质胀胀大,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。 主要是因为体内积蓄了过多的水分,脂肪和新陈代谢产生的废物,中医多将其理解为寒气和湿气。 所以,想要轻身,去除体内的寒湿气,就应选择一套行之有效又不伤身体的方法。 这里介绍一套早盐满腻的养生养颜精,尤其适合女性使用。 早盐养生精所谓早盐,即每天早晨共复喝一杯,加了一小勺竹炎的纯净水。 竹炎时将日晒盐放入三年生的青竹中,然后以天然黄土封住两端, 在用松木为燃料高温提炼而来,竹炎中的天然硫磺和松制成分,能够与多种重金属结合。 可促进其排泄,最为重要的是,它能够快速地消除血脂、胆固醇等毒素。 此外,竹炎中的有机物能够渗入皮肤,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,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和汇物。 按照中医的理论,咸入肾,咸味适度能够不适一阳,阳气强盛了就能化解体内的寒食居气。 习一一认为,体内的毒素经过肝脏解毒后,主要经过肾髓尿排出体外,无论从哪地方理解。 喝一点淡盐水对广大女性派毒养颜来说都是有益的。 早上起床后,先喝上半杯白开水,然后再喝半杯淡盐水,便可以保养一天的精神,让人神经气爽。 此外,盐水能促进胃肠的蠕动,减轻便秘,从而防止脂肪及其他毒素在肠道的堆积和过量吸收,最终起到减肥的作用。 蜂蜜养生精所谓蜂蜜,即睡前用闻开水调浮湿到20毫升蜂蜜。 根据中医五味理论,蜂蜜味肝,性瓶,龟皮精,自补就是自补强身,排毒养颜的佳品。 常食蜂蜜可吹肺脂壳,润肠通便和排毒养颜。 蜂蜜中的主要成分,为葡萄糖和果糖,它们能够快速被人体吸收,利用。 常年食蜂蜜不仅可以排出毒素,美容养颜,而且对防止心血管疾病和神经脆弱也有很大帮助。 在所有的蜂蜜种类中,以白花蜜的去世利尿,凉血制造的效果最好,而且它还有舒张血管和降血脂,降血压的作用。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女性,养成这种习惯,不仅可以美容养颜,还能促身媒体。 当然,减肥和排毒是一个系统工程,建议平时注意多运动,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。 只有这样,才能排毒养颜两部物。 点击下面的标题,阅读更多养生文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。